众所周知,枸杞是一种营养物质含量丰富的药材,很多人都用它来煮汤,泡水或者泡酒的,偶尔吃一点,对人体很有好处。 很多人说睡前教一点枸杞,胜过吃人生,这到底有没有道理呢? 那么,在哪个时间段吃枸杞最好? 具体分析如下,一,在不同的时期吃枸杞的作用和吃饭不相同, 所以,无法判断到底哪一个时期更好。 二,在春天可以直接服用,也可以煮水喝。 在夏天,常与一些下火的东西一起煮水,喝一点可以宽洁疲劳。 在秋天,可以与一些滋润的食物做成更类,在冬天可以和补气血的食物熬中喝。 三,不仅是枸杞对人体有好处,春天吃枸杞的叶子也比较好。 枸杞的鲜活在夏天和秋天吃很有作用,冬天吃枸杞的比较好。 四,枸杞还有很大的营养价值,但是不要过度食用,每天吃20到30克就已经足够了。 免得滋补过度,枸杞除了注意进食料之外,还要注意,有一部分人是不可以吃的,不然会引起身体不适甚至疾病。 那么,哪些人平时不能吃枸杞呢?通过研究可得。 一,脾胃失弱的人,脾胃比较失弱,容易消化不良的人,在夏季不能吃枸杞,容易导致食欲下降,有不同凹凸的感觉。 二,糖尿病人,同期里含有大量的糖分,糖尿病患者不能够过量食用,不然会加重症状。 三,热性体质的人,枸杞性温热,偶尔吃一点,或者每天热量吃一点,对身体有滋补的效果。 如果本来就有内热的人吃了枸杞,会使身体中的火气变得更大,容易上火,甚至还可能会流鼻血。 四,感冒发伤,身体有炎症,腹泻的人,如果是因为内热引起的感冒发伤, 又或者是身体产生某些炎症的人,最好不要吃枸杞,不仅对身体没有保健的效果,还容易加重病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